鉴定一下养生粉丝的毒手 这是湖北的急诊科医生求助啊 我们直接看照片 眼后有清晰的白眉 身体两侧有整齐排列的圆斑 毫无疑问 这是不是泰国圆斑葵呀 啊 泰国圆斑葵 你怎么想的 我放个泰国圆斑葵出来对比一下 大家仔细看 泰国圆斑葵的大圆斑 是长在正中间的 而这条蛇是长在两边的 显然不是泰国圆斑葵啊 这其实是一条短尾腹 是我国咬人数量最多的毒蛇 应该用腹蛇血清 后来他去跟住院部医生沟通了一下 按腹蛇咬伤处理了 老实说他这个伤口 我感觉不是蛇咬的 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只能说看不出来 那么像这种不确定自己有没有被咬 不确定蛇有没有毒的情况 应该怎么办呢 你可以先到医院急诊科等着 观察症状发展 国内大部分毒色咬人是会有明显症状的 比如疼痛肿胀等 或者伤口处有发黑发指的迹象 是很容易察觉的 只有银环蛇这种纯神经毒的局部症状不明显 一开始可能感觉不出来 那么为了保险起见可以观察六小时 如果六小时还是没有症状就可以安心了 因为六小时已经超过神经毒发作所需时间了 没有症状就意味着没有中毒 这是浙江的医生啊 我们来看一下手的照片 头部略微有点三角形 但幅度不大 身体从侧面看过去 有归正排列的黑色椭圆形斑纹 毫无疑问 这是一条赤链手 是几乎无毒的 我经常被这种蛇咬随便下个毒就行了 但他们的主任说按副蛇咬上处理 这个是什么呢 因为医生不认识这种蛇 看到这个头略微有点三角形 为了保险起见 就按副蛇咬上处理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不认识 同时也体现了认识蛇的重要性 不用把所有蛇的认完 只需要知道常见的毒蛇无毒蛇就可以了 这是之前那个贵州的一生 蛇已经被打死了 这种肚皮上有很多白叠叠的 整体看起来比较细长的 是圆毛头肤的右体 在这个位置还可以看到一个侧面的圆斑 也就是正面使这个位置的斑纹 其实蛇的肚皮是非常具有迷惑性的 大多数型关卡里都不会去关注他的肚皮 同时网上收出来的照片也很少有拍肚皮的 所以拍摄被打死了蛇时 最好能隔远一点拿个长棍子把它翻过来 避免拍出来的照片让医生难以辨认 是五不蛇没认错吧 还是之前那个贵州的一生啊 我们直接看照片 身上有非常大的三角形斑纹 锁定这一个特征就可以肯定是五不蛇了 应该用五不蛇学情 上午被咬到了 湖北省某某事 没看青蛇 目前症状肿痛 不能下地 去医院 医生说不知道什么蛇 让回家观察 这是一个湖北粉丝的朋友被咬了 没有看青蛇也没有拍的照片 他说去医院医生不知道什么蛇 让回家观察 这种操作是比较奇怪的啊 不过毕竟是转述 没有说清楚也是有可能的 然后他朋友现在在家里 这是他伤口的照片 症状为局部疼痛肿胀 不能下地 那么从他的表现来看 没有神经毒症状且伤口不发黑 我们可以直接排除眼镜蛇科毒蛇 锁定在奎科毒蛇上 水月清 圆毛头腹 短尾腹是最常见的商人奎科毒蛇 他们都可以使用腹蛇月清 再加上他没有出血和灵血异常 单用腹蛇月清就够了 所以我建议他去打一个腹蛇月清 粉丝说目前几个小时了 症状就是肿痛 没有进一步症状 像这种就更要打血清了 明明没啥大事 拖出事了 那不就有事了吗 这是一个重庆毕山的表了 我们来看一下蛇的视频 非常明显的条圆毛头腹 说起来重庆的圆毛头腹是真的毒 我去山上最多的时候 一晚上能遇到五条 不只是山区 连城区都有 可能是因为他喜欢吃耗子的缘故 毕竟城区里耗子还蛮多的 我经常过马路时 看到垃圾桶边上有大黑耗子 不知道你们见过没 大家好 打扰一下 我想咨询一下 五不蛇咬伤江西这边 什么医院好一点 目前打的血清 晚上12点咬的 早上10点打的血清 目前左脚肿胀 有血斑 起水泡 这是一个粉丝的朋友的亲戚 被五不蛇咬了啊 从他的描述来看 应该是想转院 于是我问他是不是在小医院 结果还真是 后来他把朋友拉了进来 发了两张腿部冒血点的照片 大家注意啊 明明是脚被咬了 为啥大腿上面会冒出血点来呢 因为他出现了灵血异常 我们在上期视频中讲过 五不蛇有非常多的抗灵血 和抑制血小板聚集的毒素 血小板减少是五不蛇咬伤的 其中一个典型特征 除此之外 它对灵血系统的影响也是分工有序的 主要为两大类 抑制和消耗 五不蛇的C型灵机中 存在一种名为10BP的毒素 它可以与10英子的 伽马缩基 它有弱的9英子抑制作用 这一类是防止灵血因子去参与止血的 配合初血毒素 可造成初血不止的现象 而另一类消耗 在五不蛇的三酸蛋白酶中 存在灵血酶样酶 它有这与生理上灵血酶类似的作用 可以裂解纤维蛋白源 但不同的是 它只裂解纤维蛋白源 阿尔法林的A钛 并且它不会激活13英子 这就导致生成的纤维蛋白 多具体磷块是不交连的 非常脆弱 很容易被纤维系统清除 通过这个机制 它可以直接对纤维蛋白源进行消耗 再加上纤维蛋白源激活物 它激活出的纤维蛋白源 可以再度对纤维蛋白源进行消耗 那纤维蛋白源是什么呢 它是灵血因子1 是我们最重要的灵血因子 没有纤维蛋白源就意味着无法灵血 所以当纤维蛋白源被大量消耗以后 你的灵血系统就会崩溃 综上所述 五不蛇可以做到抗灵血的同时 让你不停的消耗 灵血因子1和血小板 当消耗到一定程度时 你就会出现这种身体 其他不未冒血的情况 它这个是早上冒出来的 不过打了血清以后就不冒了 为什么呢 因为抗毒血清对灵血 抗灵血的毒素有直接综合作用 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 对灵血系统的破坏 从而逆转出血 但如果没有抗毒血清 将会非常难搞 因为某些毒素是不受药物 或生理上的负反馈机制影响的 所以五不蛇有专门的单价抗毒血清 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 去综合灵血抗灵血毒素 目前它的灵血异常算是纠正的 也就是说命大知识保住了 但腿上的水泡血泡 局部坏死仍然非常难搞 三天时间已经花了两万 医生说至少要住十几天 这ICU的开销不是一般的高 兄弟们可千万别被蛇咬了 好的 如果你觉得视频学到了知识 还请给我点个免费的三年 另外我要说一下 我只是鉴定种类以及对应的血清 是不给出医疗建议的 哦